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的战场上 L-119榴弹炮开火声从未间断 这款105公里口径轻型榴弹炮 方便乌军快速架设提升攻击效率 除了防范地面攻击 乌军说一发现俄军从空中侦察 就要马上斩草除根 与此同时俄军的踪击 在乌克兰无人机镜头下一览无遗 士兵表示 尤其目前干冷 没雨没雪的天气 无人机能见度大幅提升 乌尔开打快满两年 然而英国皇家联合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分析 目前乌克兰反攻气势恐怕已经结束 变成俄军有战场主导权 大胆投入后备部队 不再担心乌军会有所突破 因此现在乌军转攻为首 并且采用和俄军同样的招式阻挡敌人 在切尔尼哥夫接壤俄罗斯的边境 既往二度伤害家乡土地 过去几个月北部的龙牙防御线已经拓展了63% 另外乌军表示只要行军一停下来 就得马上挖壕沟确保人力安全 也能把守据点等待反攻 减少前线人力损失 尤其在战场上治疗伤兵不容易 军一小组也定期培训战场书写人员 并教他们如何抽血和咽血 好第一时间救人 与此同时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继续奔走各国 请求援助更多弹药 泽伦斯基表示 现在普清会加大攻击力道 只为了拿出战果好拼连任 因此希望盟国不要停止帮乌克兰 这番话更是特别喊给美国听 北约也释出最新宣传片 强调会力挺乌克兰 另外CNN也报道 欧美国家目前正考虑 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 挪出一部分用来协助乌克兰重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